各位观众 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 订阅公联业华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新一集公联业华 每次打8号风球 港股必须停市 但是香港政府现正研究 在台风或恶劣情况下打风又不停市 所以今集公联业华就请来 公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以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的会长 陈志华 华哥 各位好 证券公会其实早前也出了一些意见 就是给相关一些政府部门 其实现在从业园其实是有什么意见的 我们先强调 如果政府就未充分完善 保障人身安全情况之下 而强行推出恶劣天气开市的话 本会就予以反对 他们想着可以简单的开多一两日市就可以做到 主要第一就是为了小部分的机构投资者 可以做到完美的对冲 第二件事就是他们想着政府额外带来税收的 那我就当你平均一天有1000亿成交 那会有2.6亿的收入 如果交头有2000亿的话 就有5.2亿的收入的 但是在恶劣天气来说 Touch Group一句就带来人命损失 在社会动用这些数据去拯救的时候 损失就不是2.6亿的这条数据了 会不会为了这些描描可数的日子 去搞这么重大的改革 但是在行内会有一些意见就是 多一两日开市 有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是我想说 现在国际金融中心都强调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管治 那么提出恶劣天气的人 要么就没有社会责任 要么就很天真以为 遥拐办公那些软件可以开到市 但是这些人就不熟悉的市场运作 就算在其他金融市场 遇上恶劣天气都会一样停市的 那么值得注意就是 政府就会为了气温过高 就出暑热警告 叫那些工有休息 马场也都会停市 这样来说 是不是反映了做人比做牛做马差异 目前港交所在八号风球 恶劣天气和极端的情况之下 是有停市的安排 但是是不是鉴于地理位置的问题呢 包括欧美、上海、新加坡 和日本这些主要的股票市场 是相对较少台风影响的 受影响的规模也都较小 虽然有部分的前线人员 可能希望继续开市 但是他们可以远程办公 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其他需要前往办公室的后勤人员 我们应该避免社会上一些冷漠的言论 我们不应该轻视这些人的生命和安全的 或者有些人会质疑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 在恶劣天气之下 和疫情他们怎样去营运呢 为什么香港做不到呢 事实上两地的情况是很不同的 内地的券商和银行呢 他们有更加大的办公室 可以容纳更加多的员工在恶劣天气留宿办公的 但是香港来说是很有限的土地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条件呢 香港有没有去研究 为什么内地可以做到香港做不到的原因呢 我们就不可以天真地认为 我们单靠那个遥拒办公软件 可以轻松去控制办公室的设备 但是资金提存方面呢 也都牵涉到银行业的复杂问题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阿强啊 可不可以都讲一下 其实你自己认为就是打风开市的话呢 其实你又自己怎么看呢 坦白说呢 最近我们很辛苦呢 才争取到一个酷热指数 就是说如果是温度过高的话呢 其实可能要考虑停工或者是要有休息的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职安建的提升 但是如果你说打风外面那么危险 都还要冒着这么恶劣的环境去上班呢 其实在职安的角度呢 是有些走到车的 还有当然大家都关心 其实打风就算你想上班 都不等于你上岛 就是你想想 港铁都可能会有 就是会停洗 因为有些路段是露天要停洗 另外巴士没有 车车没有 另外的士就都不便宜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要员工上班 其实就说不通的 虽然呢 就知道坊间有个说法 可以摇距的可以自动化的 但是现在香港都是起步阶段 就算是自动化也好 都要有后勤人员去backup整个系统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自动化就可以全部都是home office 其实并不是如此 始终都是会有人上班 还有我们经常都要问政府一个问题 何谓必要人员 就是以往的必要人员呢 大家就知道是执法人员 纪律部队 又或者是医护人员 如果你说各行各业都 都在打风的期间变成必要人员 无论是饮食 无论是娱乐场数 一打风就会有很多人去 然后每个都当没有打风一样 那究竟八号风球和九号风球有没有意义呢 是的 在整体的安排上 如果真的要采立 是要开始了 那应该有什么配套或者设施呢 要具备的呢 那我们首先说 医食住行 我们说住 好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 为什么国内做得到呢 因为他们有地方住 是 吃的 我们怎么都一定要吃的 不要玩了 在大陆里面的金融机构 是有预备食物的处备在那裡 是预备了这件事的 不知道香港提出这件事的 有没有研究过这件事呢 我也亲自去研究过的 还有 你们未必知道交易所 盘房里面的操作是怎样的 例如 不要说那些年纪大的 那些长者 入不了支票 但是对于大户来说 他们很多都是在入支票下去的 如果他们抵押了股票 刚好那天出事 入不了 保不了仓的 就立刻盘房 就会把那些股票放出去 又会令到 突然之间跌八九成的场面 这个不是第一件的 还有你们知不知道 要买到债券那裡 我们不是用交易所系统 全部是用Boomberg的系统 Boomberg的系统是 固定了在那个写字楼那裡 都用不了的 这件事又怎么算呢 如果出现金融灾难的时候 你们怎么办 证監会前几段都出了个通通行的 都是讲有关遙距办公 还有发现有很多的券商的电脑系统 都是去到最完善的状态 很容易被黑客去攻击的 如果我们真的被黑客攻击的 为什么会提出这件事呢 日常来说是用内联网去接拨 联交所的系统 出了去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就是黑客可以入到 如果这样带来金融的灾难 谁会负责 因为你每一天的科技发展 你黑客一定更快 你这些正常交易的 就是这样的 其实现在很流行的人 就用电子的一些平板 或者用APP 就去做买卖交易的 其实如果有些人可能都会认为 那你照开市 那我就用apps去做的 是不是 那其实这一样东西 又是不是可以运作得到呢 在公司的层面上 如果在客户层面 你们就是用apps或者是网上 其实在盘房里面 是有人去监控这些系统的 另外一方面 如果APP或者网页出现了事故的话 都是用人秀去落盘去解决这些事情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些操作呢 是的 所以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透过这个APP 就已经可以进行买卖 其实背后呢 也都是有人监控着 而这些责任呢 其实在港交所 或者是一些从业者 甚至是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的人员 其实都是盯着或者看着的 不是说真的全部电脑运作 还有我要提出 好像之前台风山竹那样 吹爆了写字楼玻璃 那这些事情如果连人 带了那些物件吹出去 又怎样计算 责任是哪个随属 你作为劳工界的立法会议员 那其实你对政府这个政策呢 或者是建议呢 有没有什么的倡议给他们 或者提议呢 首先第一呢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是一段颇长的时间 就是不是说打风停市 不停市去界定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 所以如果好像一开始说 是不是因为政府想搞国际金融中心 而要打风不停市呢 我觉得又邏輯有些倒转了 其实没有一个必然或者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也很遗憾呢 其实坊间有些声音呢 就说 打风打工仔当然是放开假不想上班 但是其实我在想说清楚呢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因为其实 我们的前线工作者 证券的朋友 就是作为前线 可能啊 可能就是 可能他打风不停市 可能会做多几单生意有钱赚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要走出来 就对这个打风不停市有意见呢 就是其实因为他们觉得 喂 计算不成数 那个安全问题 无论是出街的安全问题 以至到Home Office那些设备 如果被客户拿了 拿了一些重要资料勒索你 又或者是搞弯你的盘 那个代价风险都很大 计算不成数 所以才提这个意见 所以呢 就希望坊间就不要太武断 就说 打工仔打工想放假 不是这么简单 另外 我在这里也想和政府说 其实 恶劣天气 其实政府都主张 大家要留在安全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想办法 避免要求人 在恶劣天气情况下 出街上班 还有呢 就算留在家的Home Office都好 就要解决 刚才阿华哥所说了 在家里的技术问题 无论网络 一些机器的配备 以至到 如果万一出现了故障 譬如 试过了 刚刚黑雨浸烂了 那些上网线 上不了网的 你不要想着 家里有条网线 就一定上到网 就是这些突发情况 你全部都要处理 解决了 你才好推 你的打工不停 嗯 没错 那其实呢 安全呢 是一定要放在首位的 那我们都不希望 是要用血的代价呢 那才可以证明到 究竟这件事是对 还是错 其实有很多事 都可以预示得到的 好了 今集公联业话 又来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